买一台价格天花板级别的FDM打印机就不会翻车了吗 别天真了 你看我这车翻的 那就真是伤心 本来我是打算用AMS 也就是自动供料系统的优势之一 多色打印来同时将这艘企业号航母的传声和传递打印出来的 为什么要同时呢 因为这个模型的设计很巧妙 它本身就是一体打印出来的 然后甲板还可以翻开 将两架F14储存在机库里面 很好玩啊 那为什么我想要打两个颜色呢 因为船身是灰色 水线以下为了防袖通常都是深红色的嘛 这样打印出来不是还原度就更高了吗 好 但是这个底床没有站牢 在打印了将近15个小时 完成了大概8成左右的时候呢 正在马自的我听到了一声 我最不想听到的声音 碰 这艘船倒下了 因为你看啊 它是这样稍微斜着站在底床上的 所以这次翻车的教训就是 即使用这样的喷沙加热底床 在模型与底床的接触面积不大 或者是模型较高 自带倾倒的趋势 或者又是打印时间过长时呢 还是要在底床上再涂一层胶 比较保险啊 另外 为什么我这次这么沮丧呢 来给你们看看 平时看不到的一个角落 那一堆废料都是在打印这么小个玩意时产生的 另外还要再加上这个 我感觉单就它都比真正的模型要重了啊 真的是相当相当相当的浪费材料啊 还有时间啊 因为竹子的喷头其实只有一个 这就意味着啊 它在整个打印过程中需要非常频繁的换料才行 而每次换料时呢 都需要使用换上去的料 将前一个料 剩余在热端的部分完全挤出才行 并且竹子为了保险 它会挤出的特别多啊 所以前后两种材料的浪费都很大啊 你看看这些 再相对于这个就能够深刻体会了 所以竹子的确是个好东西 但是要不要用它的多色打印功能呢 我得要再仔细斟酌斟酌